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了 出事了 张震创作作品 张震讲故事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避雨 那天的雨来得十分突然 本来一整天直到傍晚都还是晴空万里 随着天江擦黑时忽然响起了雷声 大磕的雨滴落下来的时候 艾莫威正走在路上 出租车 他急慌慌地抬手打车 但出租车门就像被雷声绑架的油门 都一眼不眨地从他身边开了过去 雨倾刻间吓大了 这时手机在艾莫威的包里响了起来 他私下看看 快步跑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雨搭下面 接起电话 阿华 什么事 莫威姐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又开了个会 大家让我给你打电话 劝劝你 你这消息简直来得太突然了 阿华是艾莫威在救助站的同事 那个叫做城市角落的救助站 是艾莫威在几年前创建的公益组织 专门为无家可归的人解决吃住 并帮助他们寻找靠能力生活的机会 几年来 同事们在艾莫威的带领下 把救助站办得有声有色 但就在昨天 艾莫威却突然宣布了退出的决定 莫威姐 求求你再考虑考虑吧 好多事没有你 我们真的做不来的 阿华 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能坚持这么久 从来不是靠一个人 靠大家在一起 那就在一起啊 你干嘛要离开 我当然不想 但现在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我去做 到底什么事啊 你神神秘秘的 他们说你连工作都辞了 你要环游世界 以后你会知道的 莫威姐 你听我 艾莫威挂断了电话 雨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 天彻底黑了 路灯亮了起来 借着昏暗的亮光 艾莫威放眼环顾四周 他看见 自己身后是一座老式的二层小楼 宽大的雨搭从小楼伸出来 除了他自己 雨搭下面还站着一个同样也在避雨的 胖胖的男人 忽然 艾莫威听见了一阵轻轻的咳嗽声 他寻声转过头 艾莫威看见 他身后那小楼的两扇木门 沉旧而斑驳 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锁头 咳嗽声 正是从门里传出来的 艾莫威不安地瞥了一眼 那个胖男人 可能男人却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只是茫然地看着街上的雨幕 突然一个拎着酒瓶 在雨幕中亮枪走着的人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艾莫威冲进雨里 胖男人也跟了上去 拽出胳膊 好 他们一起把那个人拖到了雨搭下面 醒醒 你怎么了 你有家人吗 那显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乞丐 哭瘦的脸上暗无光泽 破衣库 早已经被雨水打透 你住在什么地方 乞丐用一个酒隔回答了艾莫威的提问 然后沉沉地睡了过去 艾莫威抬起头 又朝那小楼的木门望去 你听见了吗 什么 胖男人一脸莫名地看着艾莫威 咳嗽声 从那个门里传出来的 门 锁着的 艾莫威和胖男人轻轻地走到门边 他们把木门推开了一条缝 用手机罩着 看头向屋里看去 屋里空空荡荡 只有几把残破的椅子歪在墙边 我就说吧 锁着门呢 哪来的人 可刚才我真的听见有人在里面咳嗽 高一声低一声的 好长时间了 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见 见鬼了 你说 见鬼 胖男人走到艾莫威的身边 我倒真的听说过一个关于咳嗽的鬼故事 你又没有兴趣听听 鬼故事 和那些鬼故事不一样 这个是真的 每个讲鬼故事的人都说自己讲的是真的 那不一样 这件事有确切的发生地点 你要不信可以马上去亲自求证 一道闪电亮起 亮光映着胖男人煞有介事的脸 那张脸不禁吸引了艾莫威 他摆出倾听的架势 胖男人缓缓开口 十年前 有一个女孩因为意外死去了 她家里只有一个妈妈 办完了女儿的后事 妈妈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天晚上 妈妈正在床上躺着 忽然听见家里有响声 听了一会儿 妈妈猛地坐了起来 女儿 那是她女儿的咳嗽声 死之前的那几天 那个女孩正患感冒 不停地咳嗽 现在那声音竟然又在家里响了起来 而且就是从女儿的卧室里传出来的 妈妈赶忙下了床 打开女儿卧室的门 女儿 没有女儿 只有一个空荡的房间 还保留着女孩死去的那天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 妈妈又听见了咳嗽声 还是在女儿的卧室 女儿 屋里空空荡荡 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唉 你连几天都是这样 每当到了晚上 就有女儿的咳嗽声 从她屋里传出来 慢慢地 妈妈还发现了一件事 那种微小的细节 大概只有妈妈才会发现 从女儿屋里传出的咳嗽声 每次都会离那个房间的门 更近一点 终于有一天 当妈妈又听见咳嗽声的时候 她决定 声音就是在女儿卧室的门边响起来的 女儿 妈妈激动地站在门前 她抬手开门 门却自己打开了 门里一片漆黑 妈妈紧张地站了片刻 然后她终于鼓起了勇气 外部装着胆 雨大夏突然响起了一阵笑声 爱慕威转过脸 看见身旁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女人 你干什么 胖男人冲女人怒声开口 我躲会雨 你笑什么 大晚上的你想把人吓死 不是我想笑 是你讲的故事 太可笑了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妈妈走进屋里 看见女儿躺在床上 浑身冰凉 没有呼吸 闭着眼睛 妈妈就像照顾一个活人 那么照顾她 第二天 女儿恢复了体温 睁开眼睛 然后能对妈妈笑了 开口说话 死而复生 从此和妈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对吗 爱慕威愣愣地看着女人 怎么 胖男人就像遇到了知音 你也知道这件事 对 姑娘 我没骗你吧 是真的 拜托 哪有死而复生这种事 那女孩根本就没死 她只是失踪了 几天也找不到人 她妈妈的精神 就有些不正常了 逢人就说 家里有女儿的咳嗽声 后来有一天 那个女孩突然回家了 这下成了大新闻 说什么的都有 死而复生的故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后来又天之家义 越传越深 等等 咱们说的是一件事吗 那个女孩住在哪儿 住在平里 平里区三千路的锦瑞华亭 对不对 对啊 我家的一个亲戚 就住在那个小区 肯定不会错 不过你们知道吗 那个女孩虽然没死 但是她经历的事 比死还可怕 她经历了什么 她加入了孤门教 爱莫威定定地看着女人 那女人打扮妖艳 眼里闪着幽深的光 就像雨夜里一层诡异的花朵 什么是孤门教 女人神秘的笑笑 一种起源于泰国的乌教 要想成为她的教徒 必须用元神献祭 什么意思 离开家 不停地走 睡觉的时间 不能超过一炷香 据说如果这样挨过七天 就会有使者 来取走这个人的元神 这个人也才能真正入教 就是说 失踪的那些天 那个女孩是去参加那个 元神的献祭仪式了 没错 真的假的 这该不会也是瞎传的吧 瞎传 女孩回家的那天 刚好被几个邻居撞见 邻居说 她的脸硬邦邦的 蓬头垢灭 活像个僵尸 根本就是一副 失了元神的样子 他们又赶紧 朝女孩的身后看 你们猜 看见了什么 什么 每个失了元神的人 都会由一个专门的 黑衣护法送回家 当时大家都看见 那个护法 就一动不动地 站在女孩身后 穿着一身黑衣 脸也被黑纱遮着 比黑无常还恐怖 怕大家给吓了 还有人记得这些事 爱慕威猛地回头 看见身后站着 一个高个的男人 男人一边说话 一边整理着 被风掀起的雨伞 你们是在说 十年前 住在三亲路 锦瑞华亭的那个 神秘失踪的女孩吗 是吗 没错 难道你也知道 那个女孩家里 我就是那个 黑衣护法 空气差那间凝固了 胖男人和女人 紧张地后退了几步 爱慕威心里 慢慢升起了一股异样 她觉得这个晚上 似乎有点不寻常 高个男人叹了口气 我是在四魂外 偶然发现那个女孩的 当时她正在荒地里 慢慢地走 目光呆滞 衣服脏兮兮的 我走过去问她 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了 她呆呆地说 想回家 我问她家在哪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想了又想才告诉我 锦瑞华亭 姑娘 你刚才说的是七号楼吧 到了 下车吧 我本想送她上楼 但现在的人 就算我做了好事 万一碰上恶棍 会很麻烦 于是我就目送着她 走进了楼里 很快我就听见 楼道里传出了哭声 我想我真的做了一件好事 那天我去四魂外 是到福寿路殡仪馆 去送一位朋友的 所以穿了一身黑 雾霾重 就戴了个口罩 哼 我想这些应该就是 黑衣护法的来由吧 这些年 这种传说 我都数不清 听过多少次了 世界上的事 真有意思 真相太平常 假的倒讨人喜欢 到最后 假的反倒比真的 更像真的了 就是说女人和胖男人 争着开口 所以那个女孩的失踪 和孤门叫无关 那她到底干什么去了 是啊 怎么会成了那副样子 又无缘无故地消失了那么久 她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在我车上的时候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渠门大学 你说什么 渠门大学 什么大学 我走到渠门大学 什么都不知道了 艾莫威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渠门大学 我母校 你是渠门大学毕业的 高个男人面露兴奋 是 那你一定知道那件事 哪件 渠门大学 以前是出了名的乱葬岗 那件事你不知道 你是说 鬼 鬼带路 高个男人压低了声音 以前葬在渠门大学的那些 横死的亡魂 个个都有来不及完成的心愿 据说 他们会在附近寻找八字相合的人 用活人的身体 驱赶自己想干的事 有一次 有一个人 鬼带路这种事怎么能当真 谁啊 众人寻生看去 宇大夏多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她一手提着伞 一手撩着被雨水 粘在峨边的头发 高个男人走到她面前 怎么不能当真 那个女孩是我十年前 亲自送回家的 她那副迷离不清的样子 明明就是 鬼带路之后 明明就是 年轻女人露出满脸不屑 你以前见过鬼带路的人吗 没有 可是那个女孩说 她一走到渠门大学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不是明的 乌南 那个女孩叫乌南 是我的同学 我也是在她出事之前 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 就在渠门大学的门外 众人惊讶地看着年轻女人 爱莫威心里忽然涌起了 一股强烈的不安 她偷偷地用目光 扫过雨打下面的每一个人 胖男人 妖艳女人 高个男人 年轻女人 恍然间 爱莫威觉得 她们就像是一张猪网上 形态各异的丝线 爱莫威问自己 为什么仿佛全世界 所有和那个女孩的故事 相关的人 都聚集到了 这个小小的雨打下面 唯独她自己 是那个莫名的局外人 爱莫威突然感觉自己 像是站在了一个 诡诀的包围圈里 她决定立刻离开 她猛地转身 却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 跑到了雨打下面 对不起 没撞坏你吧 男人一边跟爱莫威 道歉 一边挽着被积水浸湿的裤腿 是我太不小心了 真对不起 爱莫威看了男人一眼 刚要跑进雨里 姑娘 胖男人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这么大的雨 连把伞都没有 你干嘛去呀 我有急事 这种天叫车都叫不到的 还是等雨小点再走吧 是啊 对 这么大的雨 等等吧 肯定会叫坏的 等雨停了再说吧 这种天 说得是啊 找着什么急 还是在 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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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莫威恍然地看着众人 那一句句挽留 就像喝着雨声的魔咒 继而盘旋出森森绳索 让艾莫威再不能踏离雨 她半步 胖男人凑到年轻女人身边 那个乌男失踪之前 你真的在渠门大学外面见过她 对 我们是偶遇的 虽然只打个招呼就分开了 但我还是能明显看出 乌男的脸色很不好 几天之后 我得知了她失踪的消息 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警方 警方顺着我提供的信息 追查下去 发现了关键的线索 什么线索 什么 是什么 乌男被绑架了 绑架 这 老天 这是 确切地说 是 囚禁 被谁 那时候乌男刚刚和男朋友分手 说妥了好和好散 那家伙却非要再见一面 乌男答应了她 见面地点就定在了那个男人的家里 她家紧挨着渠门大学 那家伙囚禁了乌男 世界上就是有一种混蛋 卑微如蝼蚁 却拿自己当世界的中心 为了一点点私欲 什么都做得出来 伤害别人 在他们看来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乌男最终还是逃了出来 好长一段时间 即便在接受了大量的治疗之后 乌男对那段遭遇的记忆 仍然一片空白 把时间定格在渠门大学之后的事情全部抹去 我想 那来自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片刻的失忆 总比在回忆中毁灭要好得多 真可怜 混蛋与人不输啊 就是 那就是说 乌男是因为忘了自己后来被囚禁的事 所以才会说 他一走到渠门大学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没错 通常失忆了 穿羽衣的男人突然在后面 扼住了年轻女人的脖子 说我的故事过瘾吗 放开我 接着说 放开我 去你的 高个男人一脚把穿羽衣的男人踢倒在地上 你这个混蛋 别过来 我让你 穿羽衣的男人踉跄着站起身 我又没真勒他 我就是做了个样子 你真的是那个混蛋 我 我是乌男的前男友 不假 但不是混蛋 艾莫威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想逃进大雨 但浓烈地好奇把他的双腿钉在地上 他看见那穿羽衣的男人 沮专地开口 对 那时候我们确实刚分手 因为我想出国 乌男舍不得撕下老妈 我们真的是好合好散 乌男那天出现在群闷大学 跟我毫无关系 你 你提供的线索让警方开始怀疑我 无所谓 警察办案嘛 人家本来也就找我做了几次正常的调查 没过几天我就出国了 可等我回来一切都变了 打电话被拒接 人们见了我像看见怪物一样跑开 我这才知道 我不在国内的那几年 被传承了囚禁前女友的变态恶魔 是 我这人性子降 在有些人看来认死脸 我住错地了 不该挨着群门大学 但你们也不能这么乱开脑洞残害中粮吧 真是这样 我被你们害惨了 到现在还找不着女朋友 对不起 当年我把和乌男偶遇的事告诉警方之后 就没再跟他们联系过 我说的那些 也都是别人传的 我什么都没嫁 谢谢你 可是乌男究竟遭遇了什么 你们毕竟相恋过 你知道吗 有一件事你说的没错 乌男确实失忆了 但失忆的原因 恐怕你们谁都猜不到 什么原因 是什么 快说呀 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咖啡 爱莫威突然觉得有些站不稳 她扶住羽大下面的一根廊柱 面朝大雨 背对着众人 生怕暴露自己的颤抖 恍惚中 那雨衣男人的声音 飘进了爱莫威的耳朵 出国之前 有一天我去医院看乌男 当时她的身体状况 已经好多了 记忆也在慢慢恢复 她说了一句话 咖啡 咖啡 我在群门大学外面喝了咖啡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是我和乌男最后一次见面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么多 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 乌男的失忆 失踪 以及一切遭遇 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 你只说对了一半 这谁啊 众人寻生看去 一个男人走进了雨搭 他放下伞 举了举捧在怀里的一束鲜花 路不远 本来以为能走回去 但是风雨太大了 怕是还没到家 这束花就毁了 你是谁 你们不是在说十年前 在渠门大学门外失踪的那个 叫乌男的女孩吗 对 没错 我们是在说她 你是 我是当年为她治病的医生 哦 是医生 乌男怎么样了 是啊 医生 你刚才说 我只说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 乌男的遭遇的确是咖啡造成的 但不是一杯咖啡 而是一罐 艾莫威忽然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那笑容迎着刺眼的闪电 令那张脸 看起来惨白而异样 一罐咖啡 医生 怎么回事 是那种急饮咖啡吗 对 乌男在渠门大学的门外 喝了一罐急饮咖啡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罐咖啡不是她自己买的 是一个人给她的 谁 那个人不但给了乌男那罐咖啡 还亲手为她喝了下去 然后才有了乌男后来的一切遭遇 医生 那个人是谁啊 是啊 他到底是谁 是谁啊 谁啊 是 艾莫威转身面向众人 他嘴唇颤抖着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发出了声音 是 是 是我 艾莫威猛地转头 他看见 那个乞丐已经醒了过来 他勾勒着腰 从雨搭的一角 慢慢走进了光亮里 你们说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 可是我觉得就像昨天 我记得那天初级的闷热 我正在取门大学门口的垃圾箱里捡东西 你怎么了 那个姑娘中暑了 就倒在我身边 当时 我手里正拿着一罐刚从垃圾箱里捡出来的 还没有打开的咖啡 姑娘 喝吧 我半辈子都靠捡垃圾活着 自己也是垃圾 那是唯一一次感觉像个人的时候 没想到后来有一天警察找到了我 他们说起了那件事 问我咖啡是哪来的 一拉罐还在不在 我说在 我没舍得把它卖掉 他们拿走了空罐 又来了 让我想那是谁扔的 我只会捡垃圾 从来也不管扔垃圾的人 我问怎么了 他们说在那个罐子里 检测到了 止 止 止换剂 RIW Top 杠76 医生 那是 是一种药力超强的止换剂 业内叫单程 一旦服用 很可能再也没有清醒的机会 那不就是一罐普通的咖啡吗 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把乌男害惨了 因为小时候的家庭变故 乌男内心一直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置换剂起笑之后 乌男唯一的念头是逃离 他顺着脚下的路走 看见人就躲起来 捡东西吃 露宿荒野 只为了把自己和世界彻底隔离 直到多天之后 药力稍微减弱一点的时候 他才勉强地站在了陌生人面前 靠依稀的记忆 找到了回家的路 真难为了那个姑娘 还不如让我自己喝了那罐咖啡 医生握住了乞丐的手腕 你是一个好心人 用你的善良成就了一件美好的事 把咖啡放进垃圾箱里的人 才是罪魁祸首 是我放的 雨大厦的所有人都恶然地看着艾莫威 艾莫威抬起目光 一如望着遥远的岁月 十年前 我曾经用那罐咖啡 杀死过一个同学 那是一段牛曲的时光 我固执地看着一个地方 好像那是我人生的标尺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 是否刻意和我比较过 我却永远把她当作比较的目标 莫威 考这么高分你还是不是人类 最高奖学金 一蠢是你的 哼 有个人比我高 她就像上天派来和我作对的 莫威 今天的裙子好漂亮 谢谢 你快看她 样样都比我强 现在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宣布 获得本届校园歌手大赛 金奖的同学是 温船子院2016 我心里住了一个魔鬼 她喜欢喝那种急饮咖啡 每天都会在包里放一个 而我知道 有一伙人能偷偷地 把东西放进一拉罐里 不被发现 他们说 那种叫做置换器的东西 能叫人出丑 我想让他出丑 钱呢 拿着 包准管用 那天寻室里只有我 和他放在桌上的书包 我把缠着置换器的咖啡 放进他包里 刚要拿出他自己的那罐 忽然听见了他在走廊的说话声 一会儿去不去 金奖色 那个声音突然像一记重锤 砸到了我 砸醒了我最后的良知 我要把毒咖啡拿出来 可是 我 我懵了 他包里有两杯一模一样的咖啡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魔鬼 声音越来越近了 他就要进屋了 我只好凭着直觉 赶紧从他包里拿出了一罐咖啡 揣进兜里 莫威干吗呢 没事 那是最长的一天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我拿走了那罐装着置换界的咖啡 把它扔进了学校门口的垃圾箱 我又一遍遍反问 我真的拿走了吗 我盼天黑 盼他像平时那样 在熄灯之前欢快地回到寝室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是就在快熄灯的时候 不好了 出事了 他是在那天傍晚死的 车祸 除了那个我想不出别的原因 我拿错了咖啡 把庄镇指换界的咖啡 留在了他包里 那些东西让他神志不清 被汽车撞到 我杀死了他 那件事就发生在十年前的今天 十年了 我内心一刻也没安宁过 我想输罪 我做好事帮别人帮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没有 有条蛇咬着我 越来越勇力 这场雨拦住了我 我本来像在今天晚上爬上 渠门大学最高的楼顶结束这一切 我只能这么做 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闯不过自己的关 爱莫威跪在地上 放声痛哭 起来 医生拉起了爱莫威 那个女孩不是你杀死的 你并没有拿错咖啡 那罐装着置换剂的咖啡 被你从那个女孩的包里拿出来 丢进了学校门口的垃圾箱 所以才会有污南后来的遭遇 那个女孩的确很不幸 但你也不必因此过分自责 你在最后一刻选择了让良知回归 上天成全了你的选项 可 可是 那罐咖啡 毕竟 污南后来怎么样了 她彻底康复了 治疗的过程虽然无比艰辛 但希望从没停止照亮未来的路 有的时候 就算疗效缓慢 乌南和医生也会把鼓励传递给对方 正是这种不懈的坚持 让残留在乌南体内的毒素 一点一点的消失 直到让她彻底摆脱了强力致幻剂的阴影 当然 乌南的信念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关爱她的医生也功不可没 后来乌南成了我妻子 太好了 太好了 真让人激动 祝福你们 医生朝艾莫威举了举手上的鲜花 你知道吗 十年前的今天 那位女生不幸地离开了人世 乌南也在这一天失踪 但这一天 也是我和乌南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当年选择这个日子 正是为了纪念这段特殊的缘分 生活就是这样 永远都会有不幸 也永远有好事发生 不让自己成为制造不幸的人 也许有迎接好事的机会 谢谢你治好了她 哟 不下了 太好了 雨停了 众人说笑着走出雨搭 经过艾莫威时 他们纷纷向她告别 再见 走了 艾莫威的眼中仍有泪水 但她微笑地看着众人走上街道 看着他们的背影在夜幕中散去 听着他们的声音 渐渐飘远 好凉快 被这场雨困了这么久 我老公肯定能着急了 你们顺路的 黑衣护网 艾莫威走出雨搭 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甜的空气 走了几步之后 她停下来 回头望去 她看见 那雨搭和小楼无声地 注立在路灯迷蒙的光亮里 就像一幅凝密的图画 艾莫威转身 踏上了回家的路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避雨的故事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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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